大家好,我是善龟 今天摘一条很简单的恐龙仔 首先将一张正方形的纸 角对角,摘对角线出来 这样就会有十字线 接着将纸边摘到刚才的摘痕 另一边的纸边摘到中间的摘痕 变成这样 打开纸边摘到中间的摘痕 这里会看到有两条摘痕的交叉点 我们按着长一点这一边 然后推高它 这样就会有个小三角出来 按着长一点的这一边纸边 推高它,有个小三角 反转去,对摘 这一个待会是恐龙的小手 将这个纸边摘到小手的纸边 摘痕尽量压死一点 然后尾巴的部分向上摘 和下面的纸边平齐 然后打开它 将刚才的摘痕摘进来 摘起来 成这样 然后左手边的纸边摘到中间这条摘痕那里 打开 打开 又是将它收了进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做个记号 高点或者低点都没什么所谓 这里将会是恐龙的头仔 打开它 在这个记号摘下来 上面就是个记号 下面这里就是个指角 另一边就是这样 另一边就是这样 变成这样 合起来 然后上膏摘一摘 打开 再打开 按住脚这个位置 按平它 接下来 收下来 恐龙的头 接下来 如果你喜欢它尖嘴 就尖嘴 通常都是这样摘一摘 尖嘴进来 这样就变成了恐龙的头仔 接下来手 扑向前面 再将纸边摘到这条摘痕那里 接下来手 下面三角形这个位置向上摘 又是和下面的纸边平齐 这样就完成了 可爱的恐龙仔 你也接一个可爱恐龙仔玩玩